有套劇本是說您會請辭會派新的代理主席 然後沒收初選 這個劇本不好啦 應該有兩個禮拜的時間 讓雙方當事人 五人小組 以及我們整個黨的一些領導幹部 能夠冷靜下來思考 未來下一個階段我們準備來進行 當然中央黨部的工作 必須就5月22號以後的 整個時程做一個規劃 各種可能包括不初選嗎 我說兩個候選人之間的各種可能 沒有設定任何的前提或是結果 所以會有沒收初選的前提 沒有沒有沒有設定任何的前提或結果 是說兩個人要不要見面 五人小組要跟雙方如何見面 何時見面 我說的可能是這個事情 所以你會堅持到初選完嗎 一定要走完才能出選候選人 有套劇本是說您會請辭 然後會派新的代理主席 然後沒收初選 這個劇本不好啦 請問一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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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請問一下